来看到晶圆龙头台积电的营运展望 昨天在法说会之后公布之后 惊艳市场 外资圈也大力按赞 目标价现在最高喊上了865元 台积电今天盘中也在冲 冲上625元的历史新高 连带让台股一开盘就突破了万六关卡 算之后遭到获利了结卖压 不过台积电则稳住了红盘的格局 中场上涨了9块钱 而这个半导体的景气到底后续怎么看呢 其实业界都非常的乐观 世界先进董事长还有细品前董作林文博 今天也都针对半导体的景气 释出了相当乐观的看法 上冲下期台股宛如大怒神 上下震荡426点 不过护国神山台积电仍屹立不摇 15号盘中股价一举冲上625元新高价 之后虽然数列涨幅 不过中场仍上涨9元在601元 就是因为台积电营运展望经验市场 外资圈的目标价甚至喊上865元的今天价 今年全球GDP的强力的复苏 再加上一些运用方面 包括5G的手机的渗透率还会再大幅提高 再加上车用也开始慢慢的复苏 加起来今年这个半导体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需求 也是非常的强劲 同样看好半导体景气的还有世界先进董事长方略 他认为今年市场会持续供不应求 代工价格未来也有机会再调涨 世界先进新加坡厂会在第二季陆续开出1万片的新产能 积极卡位商机 半导体产业从上游一路望到下游 退休后难得公开露面的细品前董事长林文博 也看好封测产业会持续稳健成长 半导体产业强劲发展 未来会持续担纲台湾经济支柱和台股盘面的人气主流 董森财经新闻叶子金杨昭台北采访报导 记得现在可是减便宜的好时机就是吃龙虾了 因为受到中澳贸易战的影响 大陆停止进口澳洲的龙虾 导致澳洲现在是虾满为患 价格几乎都砍了一半 而部分龙虾进口到台湾价格更压低了 比过去便宜三四百块都有 现在更有业者祭出了龙虾吃到饱 还有出这个吃牛排送龙虾的优惠 就是要让老涛们可以好好大胆龙虾的美味 而且不用赏盒包 新鲜龙虾冒出阵阵白烟 满满的龙虾蛋在淋上独门蒜笼匠 一口咬下弹牙又juicy 现在单见龙虾已经不稀奇 就有餐厅祭出龙虾吃到饱 还有吃牛排送龙虾的好糠 让你海陆两吃一次满足 不过还有另一种龙虾更受老涛迷恋 拨开龙虾发出清脆声响 里头满满的虾肉蟹黄 令谁看了都忍不住口水直流 比较Q一点 然后肉会比较弹性 不是但是老虾这个是龙虾 它的肉质完全就不一样 澳洲龙虾又称作水姑娘 肉质咸能多汁 而现在台湾的民众又有口福了 花小钱就能品尝到美味的澳洲龙虾 中澳贸易战大陆禁止进口龙虾 台湾业者趁势抢劲 论价格澳洲龙虾一斤850至900元上下 比过去便宜三四百元 波士顿龙虾一斤约700元 加勒比海龙虾一斤则约800元 超肥妹龙虾沾上酱汁 一口咬下好满足 看看这位大陆网友除了手中的大龙虾 桌上更摆了好几只 几乎要被龙虾还给淹没 以往大陆民众吃龙虾 没在手软 高达95%的澳洲龙虾 几乎都进到他们嘴里 但现在因为大陆龙虾禁令 转澳洲 虾满为患 价格更腰斩 创新低 长长的排队人龙 等着买便宜的澳洲龙虾 在澳洲甚至有人一次就买30只 吃龙虾吃到怕 除了澳洲 台湾偷客们同样捡到便宜 现在只要花小钱 就能品尝到美味的澳洲龙虾 东森财经新闻李孟山 陈玲丁 的确现在便宜的龙虾 也变成饭店招揽的工具了 国旅当道目前郊区的饭店 大家出去玩是一位南球 和市区饭店简直是两样勤 现在台北的都市型饭店 都纷纷加码促销拼住房旅 有业者推出了住房期间 旅客可以到合作的影城 看电影看到宝 还有业者就祭出了吃龙虾套餐 就送一晚的住宿 而且都可以搭配旅游的补助来使用 任性强檔电影一部接着一部 不论是国外的动作片 动画片还是即将上档的国片 或是新春贺岁片 如果你有选择障碍的话 这里有方法可以让你无限畅影 我约好两点半的两天电影票 出示住房证明电影票 直接帮你订起来 市区饭店抢拼年前住房率 吸手影城推出电影看到宝 以电影票价一张290元估算 搭配台北自由行加码的 1000元补助 平均两人一起看三部片 就值回房价 而电影票根还可以到饭店 自住餐厅折抵用餐消费 一推出马上询问度破表 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饭店其实也转型成 比较城市度假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专案一推出 就有非常多的消费者 其实他来询问 那我们也预计 可以为我们这个档期 可以带来将近有两成左右的业绩成长 年前业绩充一波 另一家饭店则是寄出吃美食送住宿 一整只波士顿活龙虾 在油锅里做SPA 起锅摆盘撒上辣椒蒜头等佐料 市区饭店拼业绩或出去 寄出吃龙虾套餐 就送住房一晚 搭配自由行补助 平均每人千元油找 要带动业绩 希望说以这个龙虾为号召 那推出一个美食 以这个餐来带动房的住房率 所以目前的询问度还算是蛮高的 那平均的住房率带动的话 大概有二到三成 会啊会啊 如果有比一般平常消费便宜一点 都会有兴趣 变成说你付一个消费 你得到两样东西 所以是会考虑 我会选择吃龙虾 看我就知道是吃货 另外更有饭店推出 住房就送10寸披萨和炸鸡翅 毕竟国旅当道 旅客都往郊区移动 台北市区饭店也只能加码 再加码 要拼一波住房率 东森财经新闻 李某山终于瑞 台北采访报道 雷军当然不能退休 因为他们的市占率 还要再往上爬 飞瓶阵营近期都抢推 心机就是不想让苹果的 iPhone 12独领风骚 韩国三星抢在今年的年初 就发表新款的旗舰机皇 同时推出了一系列的 手机周边商品 要靠完整的手机生态系 来抢市场 宣誓要当安卓阵营的销售冠军 和苹果正面对决的火药味 相当浓厚 霍面梦幻粉紫撞色外壳 三星抢头箱发表2021年第一支饥荒 顶规款拥有百倍变焦 您看看拉近再拉近 原来舞台上还藏有个迷你乐高 下一关要来看录影行不行 超大型超梦幻的悄悄板 和好姐妹一起坐在上面 想要同时记录下这个美好时刻 但是中间隔了好长一段距离 该怎么办呢 其实只要透过这个直播录影模式 你可以看到前后镜头一起录影之下 这能把美好时刻都记录下来 同场蹲出首款主动式降噪耳机 还有蓝牙防丢气 别在勾勾身上来试试 不论怎么跑 都能透过手机定位找到 打造一套完整的手机生态系 也搭配我们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以及非常有感的消费者的活动 所以我们预期在今年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旗舰 达到Android阵营里面 旗舰机的销售的第一名 功能大跃进 售价更是直降6000元 号称史上最便宜旗舰机 但这回跟上苹果 盒装配件没有充电器 也没有耳机 身为老大哥的苹果 靠iPhone12四大机型 三种尺寸的机海战术策略奏效 去年发表上市后 已经成为全球5G手机市场的No.1 在三星的话 今年可能我们看到比较特别的是 把下半年的S Pen放在S系列 这部分其实可能就是在做一些 差异化的区隔 这部分的话例如像苹果来讲 它是做在平板上面 它有iPad上面可以用Apple Pencil 至于陆系Realme也有新兵报道 金属建层被盖只有184克重超薄机身 40分钟就能把电百分之百充饱 瞄准电竞手游用户 迎战5G手机市场三大阵营 不同策略一经各就各位 在昨天晚上进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 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则是全程参与 这一次的阅兵北韩也公开的宣称 是世界最强兵器的潜射弹道飞弹 北极星五号也在画面上曝光 北韩为了庆祝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14号晚间在首都平壤的金日城广场 进行了阅兵大典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全程参与 可以看到金正恩身穿皮衣 头戴黑色毛帽 开心的在司令台上向军队致意 这一次的阅兵仪式 北韩公开的宣称是 北韩所拥有的世界最强兵器 新型潜射弹道飞弹 北极星五号 为了庆祝党大会而进行阅兵 是北韩阅兵史上的第一次 好 台湾这两天又冷气团要报到了 大家要穿的暖一点 而今天凌晨大陆辽宁也迎来 今年入冬第一波大范围的降雪 部分地区还下起了暴雪 不过有好几个地方 算说温度没有上一波的寒流低 但是寒潮南下 还是让气温有大幅度的下降 像是辽宁的地方 这些地区有部分的地方是下起了暴雪 这波寒流会持续东移南向 同样是冰层破裂的意外 在大陆的山西也是发生了 因为太冷而出现的一些意外事故 在山西有一辆轿车的前轮卡在冰里面 车内有四个人受困 就怕一出车门就跌进到冰里面 只能够等待救援 等到消防员把他们全部救 在山西一边